《法师慈悲》 《法师慈悲》 各位怜友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继续学习往生论著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我来读一遍 往生论里面就提到 立意诸群生 与天乐花衣 妙香等供养 赞诸佛功德 无有分别心 何等世界无 佛法功德报 我愿皆往生 视佛法如佛 我作论说计 愿见弥陀佛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这是往生论计语里面的最后一段 之前是介绍了极乐世界的书圣 和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 那这个最后一段是讲到 我们到净土可以得到的受用 那这一切 总结来讲就是太殊胜了 所以最后一句 天心菩萨是直接就说明 他自己就是愿意见阿弥陀佛 也希望一切众生都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一段可以说是显示出 天心菩萨对这个净土中的贡献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净土中这么普遍 他也是要经过释迦摩尼佛宣讲净土三经以后 再经过菩萨祖师传承才有的局面 所以就是说 今天讲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或许大家听了会觉得很平常 但是几千年前的世界不见得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佛法还在印度 那个环境都是讲禅定修行 六度万行断法脑的多 那讲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可能就没有这么普遍 直到后来的龙树菩萨 上次我们讲解异行评的时候 我们学习到 龙树菩萨继承了释迦摩尼佛的佛法 给我们讲出了有念佛不可思议的法门 那龙树菩萨本身也是念佛的 从禅定六度万行的行门 就变成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荣义的法门 所以龙树菩萨的著作也叫做异行品 这是龙树菩萨对净土宗的贡献 那龙树菩萨过后 就是这位往生论的天心菩萨 天心菩萨就讲出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看标题往生论 就知道这是很明显注重往生净土的 因为一般都以为说 要在说婆世界断烦恼 但是天心菩萨却说 佛的旨意是要我们到极乐世界 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净土宗最初的模型 龙树菩萨注重念佛 天心菩萨注重往生净土 合成就是净土宗所讲的念佛往生 这才有后来到了中国 由坦然大师往生论述 道措大师安乐吉 善导大师释帖书等等 这个净土宗最初主持的开宗吏教 净土宗的源头就是这样 所以天心菩萨在这一部往生论 提出往生净土 那可以说对净土宗的教理 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因为其他人都说 要在这个世界成佛 但是天心菩萨却说要到极乐世界成佛 这是给出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而且是一个特别安稳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讲往生极乐世界 比在这个世界成佛 就容易得太多太多了 讲一个比喻 就好像说现在的人讲赚钱 那一个是靠自己辛辛苦苦赚钱几十年 那另外一个是直接投身到富豪的家 当他的孩子 当他的继承人 各位你想想看 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容易呢? 当然是第二个转身的比较容易嘛 因为第一种你不一定会得到 有些人工作了几十年 他还都是穷人一个 但是第二种转身到有钱人家 是直接保证一定是继承人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成佛 跟去极乐世界成佛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今天你要在这个世界成佛 就像这个第一种 你要靠自己努力的 慢慢工作赚钱 就是你要靠自己修行 断烦恼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人家做不到的我就要做到 人家不能忍的我也要能够忍 譬如人家做不到的布施 我通通就把我的钱 把我的财产全部布施出去 一分钱都不会留 人家不能忍的 被人家打 被人家骂 被人家欺负 我通通没有关系 左边的脸被人家打 你右边的也伸过去 也要一起打 而且不只对自己喜欢的人 对仇人也要帮助他 不是人类而立 连一只蟑螂 我们都会对他这么做 就算自己的健康 已经受到了影响 自己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 家人不能够理解 通通都可以接受 因为要三轮体空 这不是一两天内 而是生生世世 从实性 实柱 实回向 实地 慢慢三大阿申其劫 成佛 这个过程 我们一般听到 都听到累 更不用说还要自己去做 是不是 我们凡夫真的能够做得了吗 你讲很容易讲 讲看破放下 你就成佛 但是 就是看不破放不下 成不了佛 还是凡夫一个 你想想看 到现在 谁真的成得了佛呢 各位 你成佛了没有啊 从古说到现在 只有释迦摩尼佛一位 在这个世界修行成佛 三千多年以来的佛教历史 就只有这一位 其他都没有啊 那想要成佛 也还是成不了佛 所以还说自己会修行 那你修个什么呢 敢讲自己会修行 那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所以念佛人 其实从来都不会说 自己会修行的 我们念佛人 只有说往生净土 因为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事实 我们在这个世界 就是成不了佛 你看上导大师说的 我们都是罪恶生死凡夫 无量节的轮回到了今天 难道我们还不知道 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吗 所以在这个世界讲修行 不是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的 做不到又讲太多 那不是变成大话了吗 所以念佛人只有讲念佛 讲往生净土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念佛跟修行的法门就是不一样 像阴光大师说的 其他法门靠自己 在这个世界 修界定会成佛 但是念佛是靠阿弥陀佛的佛力救度到净土 靠佛力 简单来说 就像坐飞机一样 坐飞机就算自己是残废的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念佛人 虽然说不会修行 虽然说是罪恶生死凡夫 虽然说烦恼没有断 但是因为念佛有阿弥陀佛 佛力加持的救度 所以还是可以到净土成就 这就是念佛法门 跟其他法门不同的地方 也是为什么天心菩萨表明 要跟一切众生往生净土的原因 因为这个太简单 太殊胜了 我们要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继续轮回 继续流浪 那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再亲的家人只要一分离 在轮回里面 他们就不能再见面了 所以像每次我们操见里面所读的 就是七夜空 十夜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这个父母 丈夫 妻子 孩子 孙子 都是空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只要一过世 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 再亲的家人都没有办法 你看像最近 外国有一位95岁的名人去世了 他叫做Stan Lee 听说他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因为他就好像是华人的金庸先生一样 金庸是写了很多华人的武侠小说 那这位外国人是画了很多的英雄漫画 是外国人的那些英雄 好像什么钢铁侠 蜘蛛侠之类的就对了 也是影响到全世界的 那最近他去世了 当时人家在差不多90多岁的时候 人家就访问他 你活到这个年龄这么大 请问你对这个死亡是怎么看的? 没有想到 他说 其实我并不想离开我的太太跟女儿 但是我知道东西是没有永恒的 所谓生死有命 各位看看 就这样一位可以说是影响世界文化的人 有名有利 也长寿 90多岁 那不得了了 但是遇到这样子亲人分离的问题 他也很无奈 按照道理来说 他人生应该是没有遗憾的 什么都有了 90多岁要看也看过 要玩也玩够了 但是这种牵挂就是没有办法 尤其各位是有家庭的 我想这种事情你们是最能够体会的 爸爸可能就是女儿 妈妈可能就是儿子 婆婆 阿嬷就是孙子 如果说其他法门的 有这种牵挂肯定没有办法解脱 就算像金庸 像Stanley先生 你看 学问再多再广也好 书看得再多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其他法门就必须把情食先断掉 才可以成就 但是念佛法门就不必这样 因为念佛法门反而是一个可以让亲人团聚的法门 你看像我们这一次学习的《往生论》 佛菩萨反而说 人到了净土以后可以到十方世界没有障碍 因为《往生论》提到我们到了净土 反而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 而且是立刻马上就去 没有时间隔阂的 不是说你去了净土以后 永远就不能再联系了 也不是说去了净土以后又掉出来 而是到了净土 自然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 这样来说 其实跟家人就是没有分开的 《往生论》里面就打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太阳一样 各位 我们看 太阳就是在宇宙挂着的 但是它的光可以射到我们这个地球 是吧? 太阳在天空 但是它的光确实可以到我们这个星球 到我们这个地球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念佛人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 就好像我们到了别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分身再回到说佛世界这里 就好像太阳是在宇宙 但是可以射到地球一样 所以如果说刚才那位 史丹利先生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 他肯定也是很想去的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再跟他爱的家人分离了 各位 太阳跟我们有分开吗? 没有分开的 因为太阳的光毕竟还是照在我们的身上 而且佛菩萨说了 到了净土以后 我们还可以去十方世界没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有些人就以为说佛不度无缘之人 我们就以为说那个人是不信佛的就不去度他 其实这句话不是全对的 因为佛菩萨毕竟是慈悲的 所以是越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越是要去住时才是 好像医生要去救人一样 医生就是去医那些没有治好的病人 如果那个地方是健康的 为什么还要去医呢? 就是因为还有病人 所以医生才要去医嘛 所以相同的 越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阿弥陀佛反而是越要去救度 这才是慈悲嘛 怎么也不懂佛法反而就不管他呢?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家人现在不学佛 劝不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念佛到净土 到时再来劝他 阿弥陀佛就是特别会去救度那些不学佛的人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功能来的 有一位台湾的企业家就有分享过 这些为什么念佛的经历 因为一般的老板可能都不会信佛 但是这位老板就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的 到底为什么呢? 确实这位老板早年是不信佛的 因为是知识分子 是大学生 现代人 所以对佛法几乎是很排斥的那一种 但是偏偏家里的妈妈是一个念佛人 所以就问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整天拿着一个绳子嘴巴念南无阿弥陀佛呢? 一条绳子就是念佛珠嘛 她就看不懂 很好奇 妈妈就说 我是以后要回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的 所以我就念佛 结果这位老板儿子就问了 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呢? 你能够给我证明 给我看吗? 就现代人的想法就是要看证明证据 那这位念佛的妈妈听到儿子这么问难 她也不受影响 她就说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虽然这位老板一直等不到证明 信不了 很排斥 但是也不阻碍妈妈念佛就是 妈妈想要念佛 就给她念 反正念佛也不害人嘛 那最后 妈妈是在80岁往生的 虽然往生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特别的瑞相 博过后的事情就让这位固执的儿子醒悟了 因为她说 第一次送妈妈的遗体上灵车的时候 她就看到有一道光明出现 不过就很短暂 所以她就没有很在意 就可能以为说自己看错了 那过后处理完后事 回到家里 没有想到 连续7天 这位老板就发现自己的耳朵 竟然能够听到佛号的声音 当时在家里 不管她走到哪里 花园 游泳池等等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听到有佛号 一开始 以为说是妈妈留下来的念佛机 没有关 但是早乐 全部的地方全部都关掉了 耳边还是听到有佛号声 就是不知道佛号是从哪里过来的 甚至其他家人都有听到 不止一下子 是连续7天都有 7天里面就陆陆续续听到佛号 也闻到很香的香味 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 这下子就没有办法用她的科学来解释了 因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解释不了 她的佛号就在耳朵边就一直传 她又没有念佛 而且是排斥念佛的 但是怎么会这样 过后她真的想不通 就跑去问她妈妈生前皈依的师父 师父就跟她说了 你不是说你想要阿弥陀佛的证明吗? 这就是证明了 肯定是你妈妈到了净土以后 拜托阿弥陀佛给你视线 给你看证明 让你洗发有信心的 要不然是不可能会这样的 她一听就想到了 是啊 当时我跟我妈妈要证明 这下子真的有证明了 这次的经历确实对她有效果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位老板也开始 学妈妈一样 就是拿着念佛做天天的念佛了 是啊 妈妈拜托阿弥陀佛给证明 你还不念佛吗? 你不念的话不怕阿弥陀佛找我们算账 当然阿弥陀佛不会给我们算账 但只是如果说还不受启发 那真的是辜负到这个亲人到了净土 拜托阿弥陀佛的用心了 这就是讲到到净土的利益 你看我们念佛人 不只说到了净土没有跟家人分开 而且还能够制造因缘 让自己还没有学佛 固执 铁齿 在轮回里面的亲人念佛 那你想想看这个多好呢? 其他法门要得到这样子的利益 那就很难了 因为其他法门要度自己都很难了 怎么可能还顾到自己的家人呢? 就好像自己的房子已经着火了 自己都不能救火 那哪里还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呢? 但是念佛法门就不一样 一切都有阿弥陀佛给我们住持安排 所以不但自己念佛可以得度 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众生 所以看到自己的家人不信佛 不念佛 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有念佛 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所以就算这一生他们不能够转变 我们到了净土以后 他们可能就转了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阿弥陀佛的 尤其讲到度众生 各位 阿弥陀佛肯定是比我们着急 所以我们把这种事情 交给阿弥陀佛大慈父 那就最对了 所以唐人大师说 我们劝人家念佛就是一个慈悲教化门 就劝人家念佛是慈悲的 是好的 就好像救人的那一种 只是现在有些人不懂 因为他整天注重世间的事情 所以连死字都不可以讲 都不可以提 所以提到念佛往生净土 反而他会觉得说 哎呀 你要我念佛啊 你是要我早死啊 他还以为说 我们叫他念佛是诅咒他早死呢 这就好像说 今天有人要去北极 北极我们都知道是冰天洞地的 整个地上都是冰块 横冷 去之前 当然就劝他说 哎呀 你要戴多衣衣服啊 不然你到时会感冒 但是他听了反而不高兴 反而说 你这样是在诅咒我感冒啊 所以你不能跟我说要准备衣服 你提了就不慈悲 你提了就是在诅咒我生病 各位 你想想看 你这样讲是不是奇怪呢? 现在有些人就是这么奇怪的 我们有学佛 知道生死的问题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 所以就劝人家念 结果他还不理解 还说 叫他念佛 就诅咒他早死 像刚才所讲的 我给你提醒 提早准备 这是让你生病吗? 那不是的嘛 不提不准备 那到时真的就生病了 生死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自然 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理 因为它是不管什么时间 什么空间都会发生的 死亡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 天天就是有人死 这是不讲时间的 世间人一般上班 星期日是公共假期 但是死亡各位是没有假期的 想想看 我们有哪一天是不会死人呢? 没有啊 所以死亡真的是不看时间的 这个事情我们人人都会遇到 华人会死 印度人会死 美国人会死 所有人都会死 不是哀哀的华人会死 然后高高的美国人就不会 死亡是不看时间 不看地点 就是会发生 但是有些人会说 生死既然都会发生了 那也就这样无所谓了 不管他了 其实讲这样子话的人 到时遇到还真的没有一个人 真的是无所谓的 各位有没有看过电影? 你看电影里面 那些男主角 演员 被医生说得到绝症的时候会怎么样? 哎呀 就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了 医生 你要救救我啊 我还不想死啊 很奇怪啊 不是说无所谓吗? 那怎么会哭到这么惨呢? 我们刚才讲了 去北极的时候 你都要准备厚厚的衣服了 那现在去另外一个世界 你还不念佛 那怎么能够讲得过去呢? 讲无所谓 讲不怕冷 到时去的时候 还真的没有一个是不怕冷的 所以提早准备 又怎么会有错呢? 比如像经典所讲的 譬如石蜜 中边皆甜 就是不管哪一个部分的蜂蜜 都是甜的 就是只要接触到南无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时候接触 怎么样接触? 你晚念佛 早念佛也好 毕竟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上功德 所以我们提早念佛 又怎么会吃亏呢? 又何必说 一定要等到死的时候才来念佛呢? 曾经有一位信誉的小朋友就分享自己的经验 他当时候才10岁 他信佛念佛很简单 因为他觉得说阿弥陀佛很慈悲 所以自然他每天就这样子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有一次 他三岁的弟弟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全身湿透了 从头湿到尾 而且身上粘了很多泥土 他妈妈就说了 哎呀 你怎么玩到湿到这个样子呢? 第一说 原来刚才他是跌到水池里面去了 妈妈听了就感到很奇怪 因为那个水池是很深的 弟弟才3岁 怎么可以自己爬起来呢? 弟弟就说 不是我自己爬的 是刚才有一个人跳下水把我抱起来的 哦 原来是当时有人救了他 要不然水这么深 小孩子是不可能自己会上来的 弟弟又说 那个人过后牵着我回家 但是就不见了 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妈妈就带着弟弟到水池旁边 就问问是谁救了他 就是要感恩 要表达谢意 那个地方是小地方嘛 人就那个几个人 所以问一下可以问得到的 但是很奇怪 就是没有人说是谁救了他 弟弟也说 都不是这些人救了他 整个乡下问了一遍 都没有人知道是谁 那大概几个月以后 有位佛友拿着佛珠到佛堂跟莲友结缘 刚好 刚刚我讲的 这个十岁的姐姐看到很欢喜 这透明水晶佛珠里面还有小佛像 他就请了 就带回去了 那三岁的那位弟弟看到水晶佛珠也很乏喜 他持续一看 他马上大喊说 哎呀 妈妈妈 你赶快过来看 佛珠里面这个人就是当时跳下水把我救起来的人 各位 佛珠里面是什么人呢? 哎呀 那就是阿弥陀佛了 家人一听就明白了 原来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了弟弟 难怪早都找不到到底是谁救了弟弟的 也难怪当初这个三岁的弟弟说 那个人牵着他回家以后就不见了 大家当时听到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见了 毕竟三岁小孩也说不清楚 那这下子明白了 原来是阿弥陀佛事先救了弟弟 就是十岁的姐姐念佛 替弟弟化解危险的故事 所以各位 信佛念佛就是好 要不然这三岁的弟弟顽皮掉下水 可能真的当时就发生悲剧了 各位要知道 当时家里只有十岁姐姐念佛而已 全家人 只有这个女儿念佛 平常有时间就是到念佛会 帮忙当义工 念佛参加共修而已 那那位三岁弟弟出世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还是平常就是这样子念佛 但是 阿弥陀佛就视线 就了他差一点淹石的弟弟 这就是不求智德 英光大师讲的 念佛不求世间福报 而智德世间福报 如常受无病 家门清泰 子孙发达 诸言如意 万事尽详等 你看英光大师说 念佛人不求世间福报 而自然就会得到 为什么? 因为念佛人的命就是阿弥陀佛的命 那佛又怎么会不照顾他呢? 更何况佛的眼睛是正变之 看得到过去 现在 未来 看得到十方世界去的 所以肯定没有一个念佛人是会被遗漏掉的 所以十岁的小妹妹的念佛 虽然她没有跟阿弥陀佛求些什么 但是三岁的弟弟遇到危险 她就自然得度了 阿弥陀佛明明当中安排好的 所以讲到念佛 真的是好的 像世间人讲的 当小孩是最幸福的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的世界都是父母在操心 我们念佛人其实也是很幸福 因为阿弥陀佛给我们操心 有时候我们担心的事情很多 你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但是一想到说 我们可以交给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慈悲会给我们安排 那我们这个心 当下就轻松了 是不是? 不是? 世间人也会唱歌 有妈妈的孩子就像个宝 是吧? 那我们现在有阿弥陀佛慈父的念佛人 也是像个宝 而且是无上的大宝 你看 《无量寿经》讲的 具足大力 无上功德了 那这个不是大宝 什么是大宝呢?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要学习到的 今天学习到《往生论》告诉我们说 往生净土得到的殊胜 受用 利益 往生净土并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生命的进化成熟 因为到了净土 我们可以成佛 度众生 其他法门是讲开悟 断烦恼 正果 但是净土们讲的就是念佛 往生净土成就 到了净土 自然得到种种的好处 像阿弥陀佛能够加持我们到了净土以后 可以到十方世界去 不止可以到佛净土 连那些没有学佛的众生 没有佛法的地方 都可以去实现 所以去了净土 反而跟这个世界的众生 包括我们的亲戚 是没有分开的 如果没有到净土 一轮回 那真的就分开了 所以念佛的利益真的是限当恶意 就是说 除了有往生净土的利益 也有这一生的利益 这是一个大圆满的法门来的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到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我们这次学习到的往生论著 其实即将要讲完了 如果之前还没有听完的 你们可以找时间再去听以前所讲的 追上这个课程 要不然从一半才开始听 可能会听头不听尾的 不过我的讲法还是属于比较容易明了的那一种 每次都讲一个主题 所以就算你们是今天才开始听的 应该也可以明白 只是说 你要全部理解 可以去听完以前的 那再过几个星期 可能就会讲完往生论著就是 好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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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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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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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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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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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